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徐喬新 揭露民進黨立委賴會員的論文 涉及到抄襲 在移除了訪談的逐字稿內容之後 重複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三十六點八 賴會員則回應表示 願意把論文送交中正大學來審查 而校方在收到檢舉之後 將啟動調查並召開學輪會審查 國民黨北市議員徐喬新披露 民進黨立委賴會員 在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的論文 涉嫌抄襲 移除訪談逐字稿內容後 有百分之三十六點八 可找到重複資料 切入了一名中正大學研究生高參發的論文 相似度達百分之二十二 已經據名向中正大學檢舉 基本上他就是抄襲了 包含這個高參發的同學 以及抄襲了網路危機百科的資料 做出這一份的論文 那我想為了以照公信 那本人願意將論文 再次送到中正大學的學術人類委員會 再一次的一個審查 我們用專業的一個學術論文的標準 來回應徐議員的政治口水 賴慧原表示 論文今年三月一進行相似度比對 相似處僅百分之十九 更符合turning百分之二十四之內的標準 而相似的這部分 大都是文獻回顧及資料引用 與抄襲無關 對此徐俏欣再回擊 使賴慧原將訪談逐字狗一起比對 才將相似度拉低 的決定 同時我們也會用同樣的標準 以徐巧欣一樣的標準 來全面檢視國民黨立委候選人的相關論文 中正大學則回應 收到檢舉案後 將啟動調查程序 新聞相關選擇單位 待試證完備 再召開學術倫理委員會 做實質性審查 記者華門陳柏惟 溫正恒 綜合報導